HELLO 大家好 我是gevin 在這麼接近清明時節的日子 怎麼能少離奇退場搭配一起看呢 而今天退場主題 我們選那些洗白退場 令我們心情複雜的角色 有的不一定收的不好 但心裡總會默默的想 會不會太便宜他了呢 的感覺 或者該角色的洗白過程 總讓人莫名其妙 蛤 他現在是好人的喔 或者要有角色祭祺 突然告訴你 我誤了 等莫名退場 接下來進入政變前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每週都會推出 與布袋戲相關的影片 如果你想繼續支持我們的製作的話 現在可以加入會員 一起成為牛頭大軍 加入後 你可以與其他牛頭前輩們 一起決定未來影片走向 收看更多獨家影片 以及會員私密的Podcast 蓋文蝦聊 現在歡迎各位道友 加入牛頭大軍的行列喔 而首先第一位介紹的角色 是霹靂三台柱之一 葉小差的兒子 少爺刀 金少爺 原名金少依 在出生的時候 因雙親各自緣由 無法常伴金少爺身邊 前衛躲避一箭萬聲追殺 其母蕭竹瑩 才讓金少爺信金 並託付祖父滿天宏照顧 但當時滿天宏 並不知道金少依是自己的孫子 然而總總遭遇下 金少依被歐陽世家控制 以毒品遭受要脅 曾違逆歐陽世家的命令 造成毒品來源中斷 痛不欲生 毒影發作之下侵犯了被劍藏玄 砍去雙手的風雨殘身歐陽陵 纏下一對龍鳳胎 金少開與花飛花 在之後金少爺被火羊真君 回去面龍 為了回復面龍 金少爺竟答應半月郎君 殺死邪手魔魁 即便知道眼前渡源和尚 是曾經撫養過自己的人 正為了恢復面貌 仍然狠心殺害了滿天宏 在初期金少爺的戲路就是狂逆 為非作歹 甚至在忠誠蒲九年的輔佐下 奪取南霸天后 因不願事事聽從蒲九年 也出走太陽猛 被夜小差的師父 半駝飛教訓了一頓 為了報仇 金少爺拜疫情一命為師 甚至讓疫情一命 殺害流星君 一環受鞭刑之仇 殺死奪劍 為了泄憤 還在半駝飛的墓上 撒尿泄憤 挑釁並挑戰父親夜小差 甚至不願認蕭竹營為母親 後來在歧路人的介入教導下 金少爺才凸顯一絲善性 開始彌補屬於金少爺 該有的天倫之情 為父血戰天蝶蒙 為政道參與時空盛戰 為父親盡一分心力 而金少爺本性多情 且不願意負責 所以他從來就不承認 他強暴的風雨殘身生的小孩 是自己的骨肉 與八面狼藉的情緣 不過是因殺害一前一命 所遷起的情緣 如果用比較現代一點的說法就是 一前一命是八面狼姬 暈船的酷炮對象 對我來說一前一命 根本不能算是八面狼姬的情人吧 只能說八面狼姬是因為自身需求 把一前一命當作自己的玩具 雖然這樣講 好像有點貶低什麼 但這就是八面狼姬的性格設定啊 甚至通謠池 還罵過他生性淫亂 卻還是跟他 嗯 老戲迷都知道的 所以他跟金少爺 也許就是這方面非常的合拍 所以走的長久 只不過在阿修羅主宰 改造天貨妖狐出現後 八面狼姬成為首要祭祺對象 慘王分屍 其實我不覺得八面狼姬收的爛 甚至後面為了八面狼姬報仇的金少爺 也被天貨妖狐打敗分屍 我現在想來都很合理 因為六仙之早在答應此禁囊 交到金少爺前 六仙之早已有損 甚至沒有盧役池之助 武學也來不及擴充安裝完畢 就在不歸路被KO也是相當合理 我想會上離奇退場 應該就是金少爺好不容易浪子回頭 他做的好事的次數 卻遠比不上他做壞事的比例 正要說就是可惜只數4顆星 也在後來的金生三恨 帶出金少爺無法圓滿的遺憾 所幸常和男星的出現 圓滿了金少爺的那些遺憾 只不過今天有提到八面狼姬是吧 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看蝶龍之亂下去的時候 非常的錯愕 八面狼姬的確在舊藝術這時候就死了 但到底為什麼 他會死在這個時候 跟到底誰指名要殺八面狼姬 有沒有人能幫我解答一下 甚至那個剪刀手 最後就被一頁數蹦掉了 整個關於剪刀手的內容 完全就是親主阻礙 沒有任何描述欸 同樣是古早以前 用傳說包裝出 超級不凡的頂先天 一劍萬生 一小拆曾經的素敵 格調強到頂天 就連當年的日月才子 連他的仕童 金童 銀女 都打不過 一劍萬生還在日月才子的劍上 貼上封條 沒有他的雲準就不能出劍 有一種古早味的柳生劍影的感覺 因為救了病弱美少女蕭竹瑩 長年奔波在外 尋找醫治暈傳對象失憶症的方法 而跟蕭竹瑩一起被救得滿天紅 將兒子葉小拆送給一劍萬生當飾桶 結果一劍萬生出門期間 被葉小拆無情偷家 一回家就看到兩個人接吻了冥場面 蕭竹瑩甚至在葉小拆少男的親吻下 恢復記憶 一劍萬生慘成小丑 憤怒下讓葉小拆當場破象 點上留疤 並給人家時間拜師學藝 一討顏面 但一劍萬生並沒有那麼均實 卻還很小人的要葉小拆沒辦法成功拜師 缺德的在葉小拆拜師過程中 只要有人點頭收圖 馬上讓人人頭落地 雖然一時之間 我們也分不出來 到底誰才是受害者 但是葉小拆畢竟是葉小拆 他肯定是對的 畢竟他是這篇故事的真主角 就在葉小拆拜師拜到天南山 準備殺人的一劍萬生 就被半驟廢僵了一軍 半驟廢去葉小拆的雙手 使一劍萬生暫時放過了葉小拆 就當戰約到來 當葉小拆現身風雲瓶 心如止水的葉小拆 也在一劍萬生臉上 留下了一道同款的英雄疤 一劍萬生從此 在跟葉小拆死客的不歸路上 一去不復返 先是跟智友一刀萬殺二打一 結果被打敗 again 一劍萬生乾脆炸死 在一刀萬殺死了之後 拿著智友的西角刀 刀劍雙修 終於擊敗葉小拆 結果沒多久之後 就被各種挑撥 四度對上葉小拆 慘遭斷手 換來再次的身亡 本來以為就此結束 結果在二年後的創世狂人 一劍萬生炸屍歸來 當然在霹雳裡面 哪有什麼炸屍 只有編劇層出不窮的復活創意 這時候告訴你 原來一劍萬生當年戰死前 他師父滄海老鳥 已經先用慧靈券 畫出了一個劍靈替死 真的是很合理很霹靂的理由呢 再說的一劍萬生 又喜歡上了一個 外貌酷似蕭竹營的東霞 結果人家除了長相酷似蕭竹營 眼品味也一樣 同樣按戀葉小拆 而一劍萬生在當時 就多了很多以前沒有的設定 比如他是佛門外的弟子 是說那個修道人的形象呢 疾風斬也換成了佛古雄兵 喂 是高森之骨 為材料鑄成的魔之剋星 結果 而且有人記得 早在御劍術出來前 一劍萬生早就會這項技能 甚至連蘇環珍也會欸 到了後來劇情 為了力捧常樂君 在他的開導下 一劍萬生放下了對葉小拆的深仇大恨 就成為天下園的打手 結果沒多久 他就被為找葉小拆尋仇的握血刀找上 握血刀看了葉小拆的照片 葉小拆白髮 眼前這個人也是白髮 葉小拆有英雄疤 眼前這個人也有英雄疤 好 他肯定是葉小拆 就這樣 一劍萬生就被當成葉小拆被做掉了 莫名其妙指數五顆星 這真的是飛來橫貨欸 還是曾經最討厭的人 那裡飛來的橫貨 雖然已經冰釋前嫌 但一劍萬生還是很雖 明明不久前 喜歡的人才表示 喜歡葉小拆那行 結果沒多久 就因為跟葉小拆長得太像被做掉 一劍萬生就這麼不明不白的下台一舉功了 接下來這位 今天一連串魔王的第一位 六臥蒼龍 花了三檔時間 從鋪陳到敗洛 都非常完整的魔王 從胖胖的勢能龍 到會叫做老婆名死的渣龍 再到終於創立皇朝的霍龍 雖然六臥蒼龍的智商一直起起伏伏 但是戰力確實強得穩定在線 這條龍的武力設定 跟一般的魔王有個差別 就是其他魔王大多只重視 絕對強大的力量 但是六臥蒼龍 是很認真的在最新武學這門學問 當初傷天害理的躁天計畫 也是為了廣納各派武學 而成了六臥蒼龍的代表武學創世絕 雖然剛剛講到六臥蒼龍的智商起起落落落 但是這條龍每次搞事情 跟其他魔王相比 也是極少數很在意名分的類型 霍龍更在乎今天做的事情 是不是順應名義 可得天下明星 或者說他做的一切 就是為了獲得明星 這也讓他身邊能夠不停聚集 一些被他拐騙的正義人士 諸如吉無蹤 飄舟神隱 無名 或者被他野心吸引的八金蠻 當然也有從一開始就知道他真面目的 例如皮飛笑和雲娘 霍龍你看 我們都沒有叫錯哦 而這樣子的霍龍 在龍祭生變之後 也不知道是被燕龜人K到腦袋重置 還是不只會天聖光的前地獄島主 十九如開島真的太神 六臥蒼龍就這樣 幻然醒悟 創立真龍廟道 成為正道方最重要的戰力 一開始還以為這條龍 又又又在收服明星 畢竟一開始 我們都以為是能龍是好人 結果他是六臥蒼龍 當全武林都覺得六臥蒼龍是壞人 他又很不遺餘力的把自己洗白 這麼一個白來黑去的魔王 真的很難讓人相信 但是到後來會發現 沒有耶 他真的很認真的在洗白 而六臥蒼龍也沒有愧對 他一身佔領跟超強實力 無論是面對異度魔界 或者東影 六臥蒼龍出馬 幾乎戰無不勝 雖然本質上 還是有那麼點的邪教頭子 比如他跟鬼夜母聊那的狗約 賭書之後 就這麼的願賭服輸的放任 鬼夜母屠殺幫元森林 更不用說第一場賭局的本質 到底跟瑕疵人家兒子 有什麼區別啦 好 雖然草點真的有點多 但六臥蒼龍就是洗白了 然後他的智商又開始起起落落落落了 他就這麼很坦率的相信 鬼夜母會遵照賭約 結果就被無情被刺 還有被某個 先生你哪位的玄宗先天救起來 這時候六臥蒼龍 充斥著一種 貨龍牌萬金油的感覺 有什麼危險係數很高 但又一時找不到人的任務 六臥蒼龍使命必達 比如連夜時隔恩年 二度生死戰 就是六臥蒼龍把素顏針救走 最後六臥蒼龍在率領真龍廟道 對抗東陵的過程 因為愛子千流癮 被軒原不敗引到 慘死天獸大炮 六臥蒼龍為子怒殺軒原不敗 然後這個曾經的王者 就被吼起來了 官方說法是 因為佔領 曾經被燕歸人 開一個洞出來 所以軒原不敗 從那邊 可以用紙鏡打穿 可是作為意念催動的護身器甲 有個無法修復的缺陷 本身就很神奇 好 即便說佔領是容器無法修復好了 但六臥蒼龍用了這麼久 難道毫無察覺嗎 說還有最新武學的武者咧 而且六臥蒼龍這場戰鬥智商 真的奇奇弱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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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一個根基不遜於自己的對手 甚至可以理解成 沒有不壞精神 帶有造化之藥的熄滅天籃 甚至容賣加持 無限藍量的六臥蒼龍 跟對方硬打拼消耗 真的充滿問號 所以我說那個最新武學的武者咧 而宣言不敗就此囂張的要死 還踩著六臥蒼龍抬轎 但當時宣言不敗那條線 跟主線又沒有太大關係 後期又怕欺破怕得要死 而且各種龜縮 都一再讓人覺得 六臥蒼龍V4的好慘啊 但回過頭來看 至少他有一代蕭熊 該有的專屬退場 也算不枉此生了 人自分 風龍七五七兆 五重三風情 進行社 主線以登以來 一般開機回復 無攻略卡 無完食進行社 進行社 完成 爆撃 左翁方山 这边 白坛 金流牛肉 爱情必欢 情理事业 面积行一车称 胸色无悔 可是 在无声中 有跨跪了脚 由于绝学经营双绝掌 令人闻之色变 其中另有此步武学 并是证明 看起来劳忙劳 过去薄头刀的 出手经营邓王爷 曾经震撼西北石球传说中的魔头 个性深层冷酷 追求无上的金钱和权力为目标 但也因经营双绝掌武学之故 使本名邓九五的邓王爷 变容呈现老化之态 但说到邓王爷的话 我觉得比起作乱武林 他的兄弟们比他还要称职 因为邓王爷在剧情中 主要的内容除了跟兄弟对抗中原 抱负北宇 大多时间都在红叶山庄 为的就是那名为邓王爷的罪过 念佛修行的红叶夫人 过去邓九五与红叶夫人 为亲没竹马 感情逐渐升温 但红叶的父母 却弃嫌邓九五家中贫寒 拒绝婚约 为此邓九五努力打拼 在财富满载之时 允许红叶夫人 却在这时 红叶夫人被西北石球的球王 抢进了王宫 当时毫无武功的邓九五纵使富可敌国 人是被球王操家 邓九五悲愤离去 十年后西北石球的王宫 收到了一张印有金银双掌的帖子 再后还便如北武林传说 西北石球一戏被灭 血流成河 十万人口一遭丧尽 然而那十年间 邓王爷出走西北 遇见了一名女子岳武侠 三转得知金银双绝掌这部武学 为了报复夺回红叶的邓九五 利用了路途劫世的岳武侠 骗得芳心夺取武学 也因为自身天赋 使邓九五的金银双绝掌修至化镜 将法妻半身金风飘然而去 尊找此生挚爱 正要讲 邓王爷就是利用别人感情的渣男 而红叶就是深知自己 而来了这些风波 才在红叶山庄 志在念佛 希望用余生替邓九五颤罪 然而金银双绝掌并非无敌 在龙袖剑子的试探 再加上甲运暴富而来的岳武波 破解金银双绝掌的武学观俏 必须在十丈之外 才能有金银双绝之效 此业成为邓九五日后死云 就在红叶夫人因故销 悦无波之故 精神错乱 应该追求霸业的邓王爷 依然退隐照顾红叶 也使所有兄弟傻眼猫命一百万 妈的 你说退隐就退隐 我就算帮你救好你的爱人 你还是要退隐 是 邓王爷就这样退隐去了 只是编剧可能要让一切 有个法网灰灰疏而不漏 某天红叶夫人就在家里暴毙了 但九五万念俱灰顿入空门 法号行空 而后钻丝弃捕 武林罪犯的阿比地狱岛现世 二岛主温天浅 亲自带回行空 求愚中即便明白 杀害红叶的凶手为谁 但行空已不纯报仇之念 温天浅见行空确实悔悟 提出洗出记忆 召唤重生机会 行空却断然拒绝 宁愿保留对红叶的记忆 以忏悔之心继续熟悴 就在圣炎罗野心暴露 行空为一环恩情 潜伏圣炎罗身边 以经营双绝掌 保住问天浅升级 更先后将四非凡人 柳神官 吉无宗等人精锋 换来圣炎罗的信任 就在万事俱备 时机成熟之时 邓九五以金像有益为由 余夜间约见圣炎罗 所有金像突然爆裂 漫天尘埃落定时 渐见吉无宗 四非凡人 柳神官三人安然出现 连同邓九五将圣炎罗团团围住 日一举即杀圣炎罗 只不过过气的魔王 跟当党只会用天圣光的圣炎罗相比 运气跟戏份 就是最大的鸿沟 圣炎罗在试杀者的帮助下 反杀邓九五排布的杀阵 无法发挥的金云双绝掌 让邓九五当场重创 一代羞雄也就此落幕 埃及指数五颗星 其实邓王爷算是今天特集里面 洗白收得最好的角色 也说真的 比起魔王的格调 邓王爷始终为了自己的情 为了红叶急流勇退 纵使不可一世 邓九五始终保持人性的一面 然而对邓九五最无法原谅的 必然是月无波 楚华龙母女 再来这位 一届彩绿显堪的领导者 献王 亦是深恼会议六王之一 本该是图谋天下的王者 但整体剧情 小情小爱道 我会想说 嗯 所以炎王你找这六个人开会到底想干嘛 除了赤王能打 显王跟你骂金骂 我不知道六王开会到底要干嘛 而且彩绿显堪出现武林的时候 营造的极其可怕 到底有多可怕的危机 就是让肃寒珍失去智商 虽然我是觉得 然而显王的剧情 整体不以侵略为主 反而是以该国度的奇迹之子 作为剧情重点 他有强的武力 也有帅到出水的军权神兽在旁辅助 一辈子都是因为兄弟情义 以自己的脚步跟着炎王一起打天下 但不愿杀戮的初衷 也成为他跟炎王的兄弟情的隔阂 而王者一旦谈恋爱 通常就离魔王的定位越来越远 显王在剧情中就开始揭露年少的过去 与世仇人也是恋慕之人的流林诗 产生纠葛 虽然我是很好奇 流林诗到底几岁 生老长矣到底过了多久 怎么时间轴 可以混乱的让人一直想探讨下去 但在布袋戏探讨时间问题 就是一个很愚蠢的问题 你永远不知道霹雳英雄战绩 会不会跨越时空的方式接回证据 王花若到底哪时候会起床 而流林诗的出现 使鬼方赤蜜明白 显王正逐步向正道靠拢 决意抢先一步斩草除根 派出低手同梦 杀除动摇显王的流林诗 让显王痛彻心扉 决定不惜一切复活心爱之人 而复活过程上 就演出了一出最难看的互动剧情 受其寥院帮助 流林诗的灵魂被引至彩绿显堪 然后看着显王为自己不顾一切 又是感动又是谴责显王 你不知道这样会生灵毒弹 你不知道吗 就在辽林诗复活后 就不断找查显王 最后把自己套偶戏 为了爱人 显王不顾自己国家 直接想共同赴死 看到这边 我就想问军权神兽 这人真的是你们的奇迹之死吗 那梦里的小剧场 都没有自己的国家 只想趋于平凡 这人真的可以带给国家安定吗 然而六王之间的粉饰太平 终在赤王 显王分别与炎王翻脸后破局 然而原始有魔罗天章的显王 在有可能杀除炎王的机会中放炎王一马 还是口口声声的说 他是位兄弟 但你说的都人情以利 最后都上天海里 你还失望炎王回头 开什么玩笑 最后显王跟炎王在某集互凹到死 你也不会觉得这场武器打得不好 至少在那时候算是有点诚意的武器 但是看到显王的退场 你还是会冒出 蛤 我刚刚看了什么 只数五颗星 虽然给显王很多讨喜 跟好看的造型 武器 属下 但我还是想问 显王如果秉除这些 他算是一个怎么样定位的角色 浪漫的 天真的 只想谈恋爱的马子狗 结果爱情 友情 尽不如意的可怜人 再来这位 刚刚内容 还有刀王特辑 曾经介绍过他 赤王 鬼方赤命 先说他的攻击 他无疑是流亡开天理念最大的威胁 他的kpi 扛出那些只想谈恋爱 演伦理剧的那些人好太多 仔细微想 如果创神篇没有赤王 是剧情毫无进展的一部戏 虽然他KO的 都只是当档的小咖 但讲实际的 这已经比很多魔王做的算好了 有些魔王他从出场到退场 你都不知道他在干嘛 但赤王至少在出场到战时退场 都是为了霸业努力 也是从这个方向 发展出其他情绪变化 而正要讲赤命处理的最不好的关系 也是牵涉他退场的其中一环 就是避风准 过去两人 原是怪犯夭视里 阶级低下的牲口 两人一起在夭视闯荡 一起冒险 就在避风准 被平塑新月城的人买走后 避风准依景还乡 找上赤命 避风准不忘提息昔日好友 他重金买下了赤命 将他带往平塑新月城 举荐给平塑新月王 但两人的友谊 却也因此产生变调 赤命的不凡人为 使其风头再再压过避风准 甚至后来避风准 从拉拔的人 变成赤命的手下 使风准无法掩藏嫉妒之心 开始陷害赤命 而说到这里 你可能会觉得风准太小家子气 但实际上 赤命的上位 是趁避风准某次出错 赤命趁机出头变成主管 哼 如果他是你身边的同事 同学这样 你能原谅他吗 我啦 我是会对赤命的人品感到厌恶 甚至会想说干嘛当初 鸡婆找你来我公司 你没来 我还是能好好的在这间公司生存 你一来全部变调 而且你还在那边跟我说 我们是兄弟 要同生共死 我就想 哪个兄弟会趁兄弟出错时趁机表现 赤命到底是天真还是蠢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的是 避风准也因为这原因 陷害赤命 让他往海献祭 只是赤命这时候 又很天真的一直说 我们曾立过共生同死的誓言 有明月为祭 所以风准也很聪明的说 所以我会把你带往夭室 以夭室特有的献行 为你送行 在往海之中 你头不顶天 脚不履地 不见日月星辰 这样的死法 也不算违背誓约了 说到这里 我觉得避风准真聪明 怎么可能被赤命扳倒 而第一次身亡的赤命 也借深海重生 一附身就灭了平塑星月城 然后风准也被杀害 但避风准也借斩容七律 借怨气于情上 才再度重生回来报复赤命 至于为什么我要说赤命的退场 还是跟避风准有关 因为九人再出了赤命 乐中于戏 回顾过往恩恩怨怨 虽斩杀情缺风准 但能免怀于过去 而赤命的退场 是因为战力过高 让幽都硬无牵 排下围杀之举 在中毒与掩护身边快乐小伙伴下 赤命被担风主宰未来的担风剑 划过咽喉 落末退场 离击指数5颗星 先说针对赤命的退场 我是没什么意见啦 因为赤命真的太强 非得用这种方式 才能让他死的意外 只不过我觉得征绩事件 最让我觉得莫名其妙的是 他哪时候洗白变成正道战力 另外他死后的梦境 依旧是风准 但是风准可是身亡两次 都预置赤命死地 也让阿蒂不禁想表示 再来这位九轮时期安排的超级大魔王 摩西大帝 他的退场可是跟前面的赤命 也有所关系 而针对摩西的传说 剧情可是花了很大篇幅 扯369等等巴拉巴拉 拉抬这名摩西 甚至在九轮燎原时期 讲述他称霸的过程 凭借六大将领 几乎在九轮国度无往不利 最后在月之夕 与摩西大帝的赌注下 月之夕穿上玉神衣而不死 成为九轮共主 改号天翼 当九轮天自愿枯竭 天翼派出摩西大帝等人 进入苦境寻找开启通道的元素 一直以来 摩西国度存在一个毫无人性的习俗 以及帝王五十年之期的轮替 摩西大帝希望藉由本次苦境的任务 改变摩西人民的生活 以及自己的宿命 然而苦境特殊环境 竟加速了摩西大帝胸口天命归的催命 在危机之时 妖室皇族龙俭 以自己的血远缓了摩西大帝的死结 之后摩西大帝引领于妖室的摩西山 破话重生之际 后续摩西也成功设举龙俭 开启九轮天的通道 龙俭的身体也完全受摩西大帝所主宰 准备以帝王之思 强势侵略苦境 狭臂波罗与摄天秦基 不忍师父与恩公背负骂名 不归路上亲自决战受摩西控制的龙俭 然而在摄天秦基的情声中 龙俭的意识短暂获得主权 竟将菩提昌记刺入自己体内 欲与摩西同归于尽 但龙俭死后 摩西之气竟能吸纳龙俭肉身 成为完全的摩西大帝 不过摩西体内还存有龙俭的意识 使金基与狭臂波罗在旁捕作 而原本应该是侵略武林为主的魔头 却被牵盘子帮助正道 对抗九轮天 解救遗迹云川 也因过往九轮纪元所发生的事情 让自己与九轮天大部分的人都有仇恨 不是被追杀 就是被下毒 然后差点挂掉 还得埋在土中 再次重生 为救摩西国度的子民 还有腰室剩余的人民 摩西联手正道 反攻九轮天 在一连串缜密的布局下 九轮天兵败如山倒 被献丰底所败的天翼 也来到了腰室 与摩西大帝也言归于好 解释过往恩怨 给予天翼迟来的致歉 此后摩西就成为正道方最强的打手 说到这里 是不是觉得摩西也没太坏吗 嗯 确实 但就会觉得之前铺成这么久的坏人 感觉有点小小的可惜啊 然而摩西的退场 其实就是因为赤命遭幽都算计 连同自己曾经救过的沉沦王 也死于围沙 摩西就正气凛然的 与狭臂波罗附战场 一对幽都群魔 向军领黑帝讨回公道 你修行之戏 你得给温度和平 请之 我定要你一边回忧 啊 啊 啊 要不告给 欲击我 啊 啊 啊 何其 初见你不可 超超 为你这样 当仅无失心口 却是天地周深 自身拭心通促 啊哈哈哈哈 要超过最好的人 这是上价 不肖地为我陀罪死死救命的天命鬼 最终摩西藉由一页书所创造的旧伤 引动残留的四星之力 使君临黑帝由内而外暴体而亡 摩西大帝之魂也随之同归于尽 杀音指数五颗星 这战我觉得最杀艳的 莫过于幽都就这样叮一声就没有 然后龙俭竟然还能活着 到底是多受到疼爱 才能仰卧起座这么多回 而剧情中摩西的表现就是慢慢的被洗白说 哎呀摩西本身也没这么坏啦 他只是爱国爱民 有点极端而已 实际演出就是非常听谢风迪的打手 风月主人任云行 出场于霹雳静旋路 一个刚出来的时候超级神秘 看起来很先天的高人 擅长用推背图推演未来 预言天下 记得这个推背图哦 这很重要 但你忘记的时候 我会提醒你 编剧从来没有忘记这个东西哦 但与其说风月主人是反派 不如说他从来不甘心屈从命运 更不甘心屈于人下 刚出场的时候 说自己是为了解开推背图 但后来发现这个人 其实是灵族之影 是占领海语之主的部署影 大家到这边基本上都默认 那个推背图是风月主人用来乱人耳目的幌子 而随着陆湖的努力下 灵族之祸告终 而这时候的风月主人 也会发现自己是异天魔的后代 掌握着异天魔族最强的吉星能 风月主人宝物加一 因此早早被叛了海语之主 更陆续取得占领 与皇陵两大至宝 纳为己用 风月主人宝物加二 夺得占领皇陵吉星能后 风月主人自此消失武林 直到霹雳冰封诀时起 拥有冰霍建温的冰霍血色塔出现 风月主人以同为天地主宰 组装素材为契机 以军府身份与血色塔载入武林 但是压久就真的是一个 无论实力还是智力 都很服不起的阿斗 因此风月主人也很果断的倒戈 转而对付冰霍建温 并且吸收建温之力 风月主人宝物加三 而风月主人接下来把目标 放在了五天高手清御镜身上 藉由帮助红花雨脱离冰封状态 换得清御镜的武学理解 以及逆袭剑 风月主人宝物加四加五 但仁云形也被天剑飞天下降头 怕不是 这只要时间一到 就会自动脑袋飞高高的鼠力见招 更积极移营的搜集各路宝物武学 让风月主人终于与天剑飞天 关键一战 一天战飞天 魔皇博杂百家 飞天专一见到 即便风月主人吸收了各路宝物 但依旧败给了临场GAT专武的飞天 闻一战飞天 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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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没有贯通的风月主人 就被贯通的天剑飞天贯通后 跑去对决剑风云 同样出自难遇的两个人 同样背负无数的两个人 却在相辈的道路越走越远 走成吉安相反的两端 而风月主人想不到 自己不只打不过天剑飞天 甚至连这个自己最该否定的剑风云 也打不赢 然后双竹就被断 自死变趴带 在尽力利货等 有的没的人探视 从神秘变传说后 风月主人再出 就来到了霹雳天机时期 成为了地名组出来的顾小孩大队 十七特工队 就在顾不知道出来干嘛的三世过程中 风月主人也默默的被大家默认他洗白了 只是我想问 他趴带的症状到底什么时候恢复的 不过他的洗白 大家也相对好接受 因为他其实也没真正意义上 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替震到出生入死 然后他就迎来了最后一战 刚吸收泰西神召的御兵营逼杀而来 风月主人就明白 他即将走向人生的终点 因为他突然大彻大悟 其实推背图早就算出来 我得死在这里啦 你各位还记得推背图是什么时候吗 没关系 我们再来回放VCR 我想问 那个时候推背图什么时候爆出来的 还有你除了竞悬路时期 冰封诀时期 你试用过几次 用不到不打紧 你今天退场 一张图飞出来 你就说你误了 你要不下一秒给我用剑十一 很扫千军 都不要用这种方式来说你误了 一个风月主人 其实会看推背图的设定 得到了我要让他退场前 才延续这个记忆 莫名其妙的飞出来 这战无可挑剔 绝对算诚意很满的武器 至少让他突破极限 变成天地主宰 这件事情 绝对是编剧 给风月主人最后的温柔了 但 一个好歹也算是一代魔略家的角色 就这么正面的跟魔王对轰到死 真的充斥着一种 我们今天要让这个角色出来记起 我们来抽签好了 啊 风月主人抽到你了呢 要用什么理由呢 啊 有了 推背图 就是这样的感觉 与其让风月主人说在这里 还不如让他在前几集 用他的血来写洗竞选岛 这样还比较能营造魔王的威胁 甚至后续回忆 演出了一段他跟秦星的对话 才演出原来 他使好10%代的不完整状态 秦星的最后冠军将军 是叫 我无论不定 哈哈哈哈 你当然不知道 因为苏联庆星必定分行 亡啊 我是不是看到你了 嗯 我会不会被骂 没事啦 在很多人说风月主人收得很好的时候 我知道这篇绝对超级大逆风 可能是我对风月主人 在整个17特工队的表现 是相对有展现的 才感到这么的不舍 但如果今天要收 我一堆很缺德的朋友表示 干嘛不让秦星 甚至我们还很阴谋的得出结论是 见风云啊见风云 你当初不杀了风月主人 才是给任云行最大的报复 而不是救赎他的罪业啊 而今天回顾完这些内容 是不是回想起那些不够过瘾的落寞退场呢 下一次的离奇退场 我们将带大家回顾那些 武林仙天人的离奇退场Part 2 至于有哪些仙天人遗嘱名单 也欢迎先看过前面8集的离奇退场 再来跟我们一起讨论 还有哪些遗嘱名单吧 而影片的最后 也感谢这些加入会员的牛头大军 如果你也想一起支持我的频道的话 现在也可以通过资讯栏的网址加入会员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哦 我是Kevin 大家拜拜 关闭影片前 这些影片你都看了吗 另外跟大家提醒 我们的Podcast 已经挪到听你在那边盖的频道了哦 未来所有关于布袋系闲聊的Podcast 都会在这个频道里面呈现哦 我们会在每周日固定晚上8点更新 不定期会开启首播与直播 欢迎观众朋友一起上线聊天 一起把我们所有的频道订阅起来 如果想抖内一起赞助我们的朋友 一样欢迎透过超级感谢 我是盖文的频道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哦 我是Kevin 大家拜拜